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技巧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大家看到这个界面 是不是感觉到收息而又崩溃呢 这个界面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这个当你打开VPN,打开YouTube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连接到互联网,然后你没有联网 请检查网络链接,下面就是一个从事 那无论你怎么从事,怎么弄 都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它YouTube始终是连接不上 但是当你VPN打开的动态下 你的谷歌,包括Twitter,包括Facebook 这个都可以正常的打开 可以正常的浏览 唯独就是YouTube,搞不定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崩溃的事情 那么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当时就尝试在谷歌上面 在YouTube上面找很多答案 那有很多大咖给出了很多相应的方案 那我也是左侍右侍,历尽千辛万苦 经历了七七二十一个小时 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重装系统 那系统重装以后呢 万幸的是问题解决了 那么今天我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的一个解决办法 来分享给大家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网上的一些大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打比方这一个123456789 各种的办法 禁用拦截器,清除缓存,重新登录安装什么东西的 包括这个日期 这个设置为自动更新 Intellet的一个日期 我都试过 没用 那看看这一个大咖 尝试更换本地的DNS 然后系统代理切换了全局 那代理规则设置围绕过局域网和大陆 这个我也试过 没用 那然后这一个 点击属性更改DNS服务器的备用这个代码 那是个8884是什么的 我也试过 没用 这一个大咖是讲说这个 它是给的一个失漏了 电脑、手机、平板这些东西 我也试过 没有用 那我告诉一下大家 我上一次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我是在VPN打开的情况下 已经连上了国外线路的情况下 我打开EDG浏览器 EDG浏览器 我的主页当时是默认的是百度 是百度 是国内的一个网页 那我打开 我性质比较急 我打开这个浏览器的时候 那这个百度网页还在打开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很快就点了这个YouTube的这个链接 然后它一下子就死在那里了 然后我再 我再关掉浏览器 再打开YouTube的时候呢 YouTube就打不开了 它就出现刚才那个 它就出现刚才的一个画面 所以说后面左动右动很崩溃啊 那么这一次我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 我总结了一下 就是分为这个为三步骤 那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呢 应该是啊 就是打开这个国内网站 跟打开国外网站的时候 它时间太快了 它速度太快了 打开国内网页 跟打开国外网页的时候呢 这个速度太快了 都没有加载完成的时候 你切换到 从国内切换到国外的时候呢 它就出现了一个矛盾 那当然到现在为止 我的这个计算机网络 也不是太熟 我也不知道 是问题出生在哪个地方 但是我目前是找到解决办法了 那么我就把我的解决办法 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的话 打开EDGE浏览器 我们点开右上角三个点 打开设置 设置这个地方 我们找到这个左下角 这个地方重置设置 我们打开它 这个地方重置设置 我们点开它 这个地方有一个警示框 此操作将重置启动页面 新选项卡页 搜索引擎固定的选项卡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我就点个重置 那我现在就不演示了 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么一个办法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来讲的话 我们打开设置 打开系统设置 设置这个地方 左边这个地方 点开网络和英特纳 那打开这个以后 最下面高级网络设置 我们点开它 这个地方有一个网络重置 网络重置 就是这一个了 大家记得这个漏镜 网络和英特纳 然后高级网络设置 在那边一个网络重置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按钮 立即重置 立即重置 你点了这个按钮以后呢 它会自动五分钟以后 自动重启 你不要手动的 在五分钟之内 把它重启 你不要 你让它自己等到五分钟 过完五分钟 它自己重启网络 那么在这个五分钟之内呢 它自己也会把网络 重置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你点了这个以后 它自动重启网络 重启计算机 重启计算机以后呢 我就发现这个YouTube 就可以正常打开了 重启以后再打开VPN呢 再打开浏览器呢 这个YouTube就可以正常打开了 那我为了防止以后 再发生这种事情呢 我又做了一步 做了什么呢 我打开这个设置 打开浏览器的设置 在这个主页 开始主页和新建标签页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当时是这个地方 是百度的 我打开一下页面设置 都是百度的 我把它改成新打开标签页 这个开始按钮 在这这个地方 也是新建标签页 然后我把它这个设置 关掉保存以后 我发现问题还没解决 问题还没解决 每当我打开 每当我打开这个浏览器的时候 它还是自动就是这个百度页面出来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说那个地方 开始那里网页设置也是把它改掉了 改成我的意思 把它改成这个空白页就可以了 不要打开国内的网址 但是没有办法 每次打开就是百度 就是首页来着 所以说后来 我又找原因 终于把这个原因找到了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 在这个360安全卫视里面 我们打开这个360安全卫视 这边有一个网络安全 我们打开它 打开以后 左下角这边有一个主页防护 我们点开它 OK 大家看到了 那这里是锁定浏览器设置 有效防止 木码 恶意创改 这个地方锁定浏览器为百度了 所以说这个原因找到了 那我就把这个给它解除掉 首先解除锁定 然后我再来改这个浏览器的主页 我改成空白页 我改成空白页 然后我再一锁锁定它 我锁定这个主页为空白页 OK 我关掉它 我再关掉这个浏览器 然后我再打开这个浏览器 OK 我再打开这个浏览器的时候 它这个浏览器就变成了这个空白页面 就变成了空白页面 blank空白页面 那这样的话就有效的避免了 就是说在你提前打开VPN的情况下来 你打开浏览器 它会出现这个国内网站的这一个互相冲突的这个情况 就把这个问题完美的避开了 所以说我在这边也对很多小伙伴提出一个警告 不管你的VPN设置的是智能模式 还是全局模式 你都不要在打开VPN的情况下 打开国内的网站 这样做非常危险 一不小心 一不小心就出现这个无法连接的情况 YouTube打不开的情况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不要忘记了点赞关注 好的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